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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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錢 讓我做健身吧 不過如果會值夠 買一個 我都會收的 但是太少了 那幾十元不要計算 如果可以 好像那些什麼 什麼書 什麼 什麼 啊 可以有 包了我 兩三年會費 我都可以的 就是這樣 最重要是錢夠多 如果可以上游艇 吃到美女 一流 我就不會收合作伙伴 我五百元 如果我收到五百元 其他同事會怎樣看呢 是否我之前有什麼好處 或者他之前是否有什麼好處 我才可以 談整個生意呢 如果是禮事的 都會收的 至於禮物呢 就看一下 有幾貴 譬如 他送 他送 一盒朱古力給我 都可能會收 但是他送些很名貴 就是什麼 名標跑車啊 那就可能 都應該不會接受的 其實都是看一份禮物的價值 即是多少錢 一百以下就會收 好 首先 就是看這個情況 或者地點 如果在醫院裡 那麼多人監視 那麼多人監視 那麼多人就那麼好 如果在私人診所 或者自己店舖 收少少禮物 或者少少禮事 都不是很多人知道的 我認為如果是不貴重的送禮 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現在病人康復之後 其實都很輕鬆些 心意卡給醫護人員 或者買些西餅 曲奇等等 跟醫護人員分享 那其實這個是病人 對醫護人員一個答謝的方式 多謝他們在自己病的時候的照顧 那其實作為一個小小的心意 那如果過分拒絕病人的話 其實都會令對方不開心 所以我認為不貴重的送禮 是可以接受 至於禮事方面 就是不可以接受的 因為這些牽涉到直接的金錢來往 其實都是會違反了香港醫護人員的操守 也都不符合這個社會的道德規範 而我覺得這條問題是可以視乎情況 首先有說病人的家屬送禮的話 其實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例如當一個病人康復了之後 他的家屬會寫一些心意卡 或者給一些飲品或者食物給我們 以致為一個讚賞 就是讚賞我們對病人的支持 或者順利令他康復的話 那我覺得這件事是可以接受的 那我就覺得是不可以接受家屬的送禮 因為其實幫助病人去令他們康復是我們的職責 那如果我們接受他們的送禮 那就可能會助長了一個賄賂的行為 我就認為這樣對其他病人是不公平 可能會令到他們覺得我們是因為受了病人的禮物 而令到我們會更加去照顧他們 那我認為要看看那個金額和那個意思是什麼 那如果他是一樣有意思的禮物 而因為以我所知老師收的金額 其實是有一定的數目 如果低於那個數目而是家長的一份心意的話 應該都會收了那份禮物 我會視乎那樣禮物是一樣 那位小朋友親手做的 還是純粹是家長覺得要感謝我 買了一份禮物給我 如果是買給我的禮物我未必會收 如果是小朋友親手做給我我會收 因為我覺得小朋友想感謝我 我會很樂意接受他親手做的禮物 但是如果是家長一些物質上的禮物 我就會拒絕 我會散開